YMAS 第1屆地盤老爭霸戰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YMAS 第1屆地盤老爭霸戰 我是今天的CII PolyU BRE的Lawrence 現在時不時會聽到有人說 我們FreshGrad的同學 落到地盤什麼都不懂 為了提高大家的地盤常識 我們今天請了6位同學回來 玩我們的問答比賽 好了 現在請兩組分別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USD師傅的軒手 我是Ivy Surveying的Ewing 我是DI Surveying的Tommy 我們的組名就叫做不准搭肩 其實所謂人有三把火 亂搭肩膀就不太好 在這個友善的工作環境 我們在地盤上 要有愛互相尊重 亂搭肩膀就不太好 大家好 我是PolyU LHGI的馬仔 大家好 我是DIEM的Catrina 大家好 我是DI Sifronik 我們這組就叫做不准不叫 那為什麼叫不准不叫呢 就是因為地盤上有危險的時候 我們就要 今天的問答分為兩個環節 首先是搶答題 搶答題大家要根據圖裡面的物件 去估他們的術語 並且鬥快選一個正確的選項 答對加分 答錯就要喝一口水 答錯三次就要喝完整支水 大家搶答的時候 就要把桌上的安全帽 帶在自己的頭上 大家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第一題 這一部是一部掘泥機 那他們的術語是什麼呢 A 雞頭 B 雞嘴 C 公雞叫 D 雞煲 A 雞頭 對 這一部的雞頭 就因為它的機械形態 就好像一隻雞在那裡吃東西 所以嚴明明 一般地盤 除了用大雞頭之外 其他的路邊小工程 都有機會用到一些小一點的雞頭 我們俗稱為小雞 第二題 這一部是一部小型裝載官頭機 那它的術語是什麼呢 A 屎橙 D 狗仔 C 牛仔 D 貓仔 數都很大 D 貓仔 D 貓仔 哇 這個很厲害 英文就叫Bob Cat 因為它有Cat字 所以那些人就叫它貓仔 另外也由於它的體積輕巧 它的機身就印有一個貓的圖案 所以我們就叫它貓仔 第三題 第一部是一部抽風機 請問它的術語是什麼呢 A 萬寶路 B 萬華路 C 寶路華 D 蘇格蘭牆非工業用 國際使道自動融算 十六瓜卵常直升降 抽風機一部 不准不要早再答 A A 萬寶路 是錯的 萬寶路是一種煙的牌子 想答 C C 寶路華 C 寶路華 對的 因為這部抽風機英文叫做Bloar 所以就叫做寶路華 Bloar Bloa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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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不要早就答錯了 那現在就可以喝一口水 第四題 這是我們平時看到的坑渠 請問它的術語是什麼 A 咖啡缸 B 咖喱缸 C 奶茶缸 D 鴛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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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缸 C 吉雞鎮 D 七雞鎮 一定不是D 不太大 兩個紅色 快點答 叫了你賣很多分 那塊黑色的粒嗎 就用在一些碩屎棚等的地方 有人猜到嗎? 好 沒錯 但我是P 吉雞鎮 我打著 早前一些碩屎棚 沒有用到碩屎棚作為結構部分的要求 但鑒於一些碩屎棚出現意外有上升的情況 政府就要求長度大約一米的圓臂位置 必須有碩屎棚的 第六題 這是一個垂直上落梯 請問它的術語是什麼呢? A 柱梯 B 狗梯 C 牛梯 D 貓梯 我覺得是阿力范梯 請問的選項是什麼呢? 是 C for Cat C C 你覺得貓梯是對的嗎? 因為之前研討爬過 大家就要經YMS去找多些研討 答案正確 因為它的英文名叫Cat Leather 所以翻譯做就是貓梯 亦都因為這種爬樓梯的動作 有點像貓向上爬 第七題 這是一個工程中使用的浪池支撐架 請問它的術語是什麼呢? A 猴頭 B 猴手 C 猴腳 D 猴蠢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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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腳 錯的 有沒有補答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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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猴手 猴手 猴手是錯的 A 猴頭 其實這些貼製的通架頂部和底部 都是一個可以調節的高度組件 頂部的一件就叫猴子頭 底部的就叫猴子腳 看起來就叫喝水 喝水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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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一碗喝水 我們叫工作人員去飄 第二部分就是自由發揮題 大家要根據圖裡面的物件去猜它的術語 哪一邊猜的術語比較近就為之贏 第一題 大家看看圖裡面的一件事 工作人員就把一些白色的液體倒進一個石屎上面 這個就是一個批檔用料的混合劑 是用於修補石屎表面的時候 加強這個沙漿和石屎表面的黏合度 給大家一個提示 這個名字是以前大家在中小學做勞作的時候 都會用的一件事 數三個聲大家就舉起大家寫了答案 三二一 兩個都是古白膠章的 那答案就真的是白膠章的 好 兩組都有分 好 這個白膠章的英文就是bonding agents 那滋一倒出來就好像麵奶一樣的 平時一般會用少少英泥 混出來就會變成少少灰色和稠一點的 好 那第二題 大家看看圖中的一件事 這個結構的目的就是令到建築物的結構場 或者柱有更加強的成寵能力 好 那個提示大家 這個東西是由紮鐵師傅去做出來 混淆土混淆土之前 就會用一些鋼筋和一些鐵線去紮成一個龍架 其中一個字就是植物的名字 而另一個字就是裝著那一樣植物用的東西 是那樣植物? 大家一起喝水 好 那數三聲大家就一起舉起的答案 3 2 1 不准不叫組就猜是竹龍 不准打波頭組就猜是草籠 這個答案就是花腩 你猜是草籠呢? 每個字都是差一點而已 打我 Super 我覺得這次不准打波頭組是對的 好耶 好 那這個花腩的專業術語 其實就是裝模 俗稱花籠 或者花腩鐵 最後一題大家看一下這幅圖 是一層在底腳地基下面薄薄的 但不是結構性的石屎來的 這東西主要就是用來平整泥面 還有防止一些混淆土 直接跟一些泥土去接觸 以致滲透在泥土裡面的 那幾個字 三個字 三個字 口渴 3 2 1 不准打波頭組就猜是草籠底的 而這個不准不叫組就猜是草籠地 答案的確是草籠底的 所以不准打波頭組就完全正確 你怎知道 你要靠偷看的 人家要靠上課的 現在證明就是基礎電層 或者叫地基電層 我相信答案就很明顯 就是我們 今次不准不叫組就輸了 那不准打波頭組就贏了 以大比分性出的 打波頭 那十條問題問完 那現在就是我們大懲罰 不准不叫組 站起來 那就去做我們平時工程的早操 就叫做 地盤八段錦 八段錦 蛤 工作人員去帶領 在做這個早操期間 不准打波頭組就可以用筆去騷擾他們 我先去洗手 趕去洗手 大家準備好了 我們就開始了 大家一起走個馬 第一式 雙手托天理三招 第二式 左右開公似射雕 我現在留得線 第三式 條理皮衛衰單舉 第四式 五爐七雙向後潮 大改 第五式 搖頭擺尾去心火 去心火 第六式 雙手攀足故神鵰 哇 哇 幾乎 加多了 第七式 轉拳盧牧真氣力 哦 八式 背後七雙白病燒 完 好 那今天的YMS 地盤老爭霸戰 是這麼多了 今天的優勝組就是 不准打波頭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